司法交替来关心 名嘴朱学恒涉嫌强吻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军 因为犯案后态度不佳 遭检察官要求从众量刑 案件经过五个月的审理 今天一审判决结果终于出炉 朱学恒被依强制猥亵罪 判刑一年两个月仍可上诉 听到这判决结果 钟佩军也在个人脸书发文 提到司法终有正义 名嘴朱学恒到台北地院出庭 对于强吻案从头到尾不认罪 警方认为他毫无回忆 要求从众量刑 如今一审判决结果出炉 朱学恒被依强制猥亵罪 判刑一年两个月全案可上诉 尽管双方当事人都没现身法庭 但判决结果一出来 钟佩军随即在个人脸书发文 说事实只有一个司法中有正义 也知道奋斗还不到终点 会继续坚持 朱学恒被指控2022年8月 在参序时量度强吻钟佩军 法庭上他才无罪答辩 声称当天何罪断片 醒来已经是隔天 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但法官审理认为他案发后返家 还传讯息给钟佩军 虽然有喝酒 先见意识清楚 并非全无记忆 因此不采信 警方也认为朱学恒公诉 避重就轻 过程像挤牙膏 痛批他非常狡猾没诚意 面对一审被判一年两个月徒刑 朱学恒发声明表示 尊重司法 但对于长时间的努力争取 没能得到公平审理的机会 感到失望 认为遭到污蔑 本人会坦然面对 并透过司法途径洗刷冤屈 似乎打算再上诉 强吻案 两人透过司法要继续值筹对决 记者轻轻老闲 台北长报道